其實這個房產 我勸韓國瑜辦公室要小心 小心的重點倒不是在於李佩芬 不是這個事情 他一直看這次鋪的梗子是說韓國瑜住過的房子 然後你在新安明夏 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那這個什麼都不用講 它就是一個高級的地段 蛋黃中的蛋黃 而且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那整篇東西如果你只是看說 只是在講新安明夏這件事情嗎 幫伊州刊打電廣告 或者也幫大家有興趣的話 它裡面在講的其實是李佳芬的家族 他的爸爸李日貴 如果你把 因為他爸爸很有錢 所以姐妹們各自有房產 我覺得是合理的 可是你要知道 民國八十幾年他們才幾歲 他們幾歲的時候就已經擁有 他妹妹 還不是李佳芬 他妹妹就可以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有這樣子一個房子 還是樓中樓 然後那個房子可以 在台北有一個空房子 可以讓李佳芬跟韓國瑜住 然後韓國瑜還可以開一輛Jaggar的車子 在去年剛好是市長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有一件不想提的事情 跟其他他們有一個君子協議 不談各自的家庭 對韓國瑜跟李佳芬來講 什麼事情是不好談的 他爸爸李日貴 李日貴現在還健在 就住在他們蓋的比佛利莊園 你知道李日貴他們有四兄弟 你如果要去看的話 你可以查今年6月13號左右的一週刊 他有一個專題 叫做加分解娘家系列 那個系列大概有三篇還四篇吧 裡面有一篇很精彩 因為李佳芬的爸爸李日貴是靠殺死 當時他們四兄弟各有持股 為了分家 比如說他有一個叔叔 李佳芬有一個叔叔 為了分家的事情 跟他爸爸之間發生了很多糾紛 包括李佳芬要選舉的時候 他的阿姨還出來說願意出錢出力 找人跟李佳芬對選 好 可是這裡面就有一個前提了 你自己的 你跟你哥哥 因為他這個叔叔是老三 李日貴是老二 老三跟老二不合就算了 連子女出來選舉 他都要出錢出力 聽說他這個叔叔那時候分錢分了多少呢 分了四五個 大概你現在往前推大概要2000年以前 大概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因為李佳芬是1990年才選舉的 民國八十幾年才第一次當選選 那個時候他的阿姨可以分到四五個 兄弟分家 因為那個殺死場有很多糾紛的 好 可是新安民下的問題是什麼 不是新安民下 記得 韓國瑜怎麼崛起的 是靠庶民 後來講庶民是一種心態 可是庶民不能跟財產的數字差太遠 就是韓國瑜在面對這件事情的傷害是在哪裡 不是買房子 我在講 不是買房子 是你去碰了一間 我本來我們以為是7200萬 對不起 不只 現在是7300萬 你去碰了一間7300萬的房子 然後後面呢 再去買了一 再去訂了一個工業宅 光貸款又是3000萬 這又沒辦法 殺死 碰殺死的岳父 然後你娶到了一個有錢的老婆 你的人生是庶民嗎 他的麻煩是在於 韓國瑜打的是階級 他的選戰的主軸叫階級 可是韓國瑜家裡是瘦德新村的 瘦德新村的人哪有這樣子的 瘦德新村的人有人有成功 那必須要靠自己努力去拼 拼出來的 不會是靠取對給老婆拼出來的 我講的一句不客氣的講 新安民下在談下去 就是李家的財產從哪裡來的嘛 你在雲林你騙不了人嘛 什麼樣的人有資格做殺死嘛 為什麼去年的高榮市市長選舉 就不想談這些事情 為什麼 他顧忌的為什麼 因為出來的不是他岳父啊 是他小姨子啊 我本來以為是他岳父啊 岳父在台北買一棟房子 讓女兒女婿去住 合情合理 並沒有想說 在什麼時候 那個15州在山西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但是我們來的 然後來的 你們來的 我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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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可以來的